紧接着川普时代 川普2.0 那果然是非常的川普嘛 今天一公布这个防长的人选 大家就真的是跌破眼镜 各媒体 各评论员 之前怎么去排列组合 都没有排到这位 福斯新闻的这个主持人 很年轻 今年才44岁 那当然啦 他曾经担任过 这个曾经在伊拉克阿富汗打过仗 也获得一些勋章 然后一直到福斯 担任谈话节目的主持人 所以你看到各媒体 纽约时报 惊人的选择 纽约政治报 此举出乎意料之外 川普当然现在要用他 对他的这个赞美度很高 坚强 聪明 是美国优先的真正信徒 那还有呢 就是这个Rubio 国务卿 就等于是相当现在 那个布林肯的这个职务 今年53岁 那当然今天绿媒就很开心 登出了很多他跟我们 台湾政治人物的合照 挺台的好朋友 那确实啦 他在对华的部分 态度是比较归属在鹰派 但是现在有一点点尴尬啊 就是说他现在是中国大陆 北京的制裁名单 所以如果说真的是发布了 这个讯息之后 未来呢 两国各方面的高层接触 少不了他 那中方在这个制裁名单 没有拿下的情况之下 怎么样跟他见面 怎么谈呢 这个部分当然怎么弄 还有一个就是白宫的这个国安顾问的位置 也是有一位这个鹰派来接掌 那这两位呢 都是佛州帮 那当然大家知道 这个川普的这个海湖装员在佛州嘛 所以有这个地缘上的一些这个亲近感 所以这两位对华鹰派 当然中国大陆看到这个名单之后 心里应该有数 其实也不算是意外 然后呢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大家 觉得不意外的马斯克 连川普打电话给泽伦斯基 马斯克都在旁边可以哈拉个两句 然后全家福照他也在里面 你就知道那关系真是好得不得了 当然有人说他们两年内恐怕会谈崩 但至少此刻是蜜月期 那他的新职务也发表了 要为这个 要做什么呢 领导政府效率部 这是一个新创的部门 确实美国政府很多的浪费啊 支出啊 花钱花太多 导致美债这么多 所以川普在发布这个职位的时候 给马斯克赋予了很高的任务 叫做拯救美国 马斯克 钢铁人可以来拯救美国 那马斯克也很有意思 他在他的社群媒体上说 我们会有一个排行榜哦 要列出到底是谁 把人民纳税钱花得最蠢 这会很悲剧但也很有趣 我好想看啊 委员 川普这几个人士虽然各有批评 有一些我同意 就是说以这些人选的能力 资力 学历 拿来跟什么 麦拉玛拉啦 拿来跟那个基辛吉比 那当然档次差很远啦 对不对 这个基辛吉那个是宾室的 这几个是玉龙的 当然数值会差别 用法不一样 我知道 我先讲第二个 这个川普就是因为受害于上一任 什么国防部长 国家安全顾问 都觉得川普不懂外行 所以都要企图去扭曲他的决策 然后教训他 还在私底下奚落他 所以川普心里很不爽 很不爽 觉得你们这些人 我能够选上总统你们还在看不起我 所以你看一直换好几个 开除好几个 他要的是说 你可以跟我沟通 但是我决定了 你必须听命执行 所以台湾那些民进党 哇 你有台议员 错了 川普如果不有台 这些人不敢有台 他要的是一个 整军精武的新团队 你管理卢比欧 以前怎么反中 怎么有台 我说现在台湾是一个比肩 你就要拿个比肩照前面跳舞给我看 抗中不等于友台 不是 我的意思就要怎么抗托川普 说了算 轮不到你们 这是川普要的 那这里面的第三个重点 这里面有几个角色又不太一样 注意到 马斯克这两天有人点说 他两年都拆伙了 他的光药会超过川普 川普会受不了 我跟你讲 不会 他是川普的战略股东 合伙人 另外三个是他请来的打工仔 那就不一样的 外接不一样 当然是不一样的 对 两年后选举还要靠他 未来 川普不是要当四年总统 川普是希望扶持这个 J-Defense起来 让共和党彻底见面民主党 他才能够把他心头的恨给怎么样 给截掉 川普是 是跟你就是就是以前那个现在的柯文哲 川普就是以前的这种受的委屈 他是他兼媒民主党的 所以不是他的布局不会是四年的美国总统 然后我们再说这几个个别的不同 我要特别说这国防部长 大家都吓了一跳 只有我公开讲用对人 为什么 因为川普要的不是一个国防部长 他要的是整肃军队的国防部长 换句话说 他要派个警衣卫 东厂进去国防部里面 去整顿这些 被民主党已经搞了几十年的部队 而且川普最不满 他公开接受那个谁的访问 我忘了 就是一个大舞台两个人在访问 他讲了 他公开讲 他很痛恨民主党进步派 把美国军队搞到不能作战 讲了很多理由 其中有一个大家都听得懂 他说拉拔军官搞身份政治 比如说我是黑人 率将军是白人 那率将军成绩比我好 因为我是黑人 我优先提拔 然后这个同样的情形 我是黑人 然后谢阳兵是女人 女人优先提拔 那很多人就不满的 绩效不满的情绪就累积在底下 觉得这个身份政治的评估 这个不对 可是以前民主党说什么 那以前靠体力 靠蛮力 靠硬拼的那个绩效 靠资力 靠什么东西 那个是为白人设计的 不符合我们女人跟黑人 跟LGBT的生活方式 所以各种军官职务 一定要LGBT几个 女人几个 黑人几个 拉丁一几个 没错 那川普说你这个军队还能打仗吗 军队是凭生死的管理是长了什么样 他不会啊 但是他并不排除LGBT这些人 比如说白宫幕僚长是女的 他觉得能干用 还有传言中的财政部长是LGBT啊 对 所以也是很能干的啊 他说你一切给我用同一标准 你不要给我搞那个什么 然后他现在干什么 要服事这个主持人干什么 他军人出身 然后本来上一任的时候 是要找他当退伍军人部部长 就是我们退伍委会主委 要找他当这个职务 然后他一再的主张 激烈的反对 民主党进步派的 这种选拔军人的标准 他玩激烈的反对 而且不是也 川普觉得 哇 终于有一个人听懂我的话啦 你去 把那个所有靠这个爬起来的人 通通给我干掉 那如果你找一个军美国军队 有关系的人他能做这个事吗 就包袱很重嘛 他就找一个外面的人 但是这个人也有几个特色 他就乡下出生了乡下小孩子 笃信圣经 笃信这个保守派的价值 然后更重要的是 他是很好的学校毕业 埃鲁大学毕业就去当兵 他为美国而战 然后他去加入什么 加入 不是州国民兵 加入美国陆军国民兵 就是美国的陆军 预备部队 然后就被派到 古巴派到这个 这个阿富汗去作战 那预备部队是 如果没有事就在第二线 有事就在第一线 所以他有经常第一线 第二线跑来跑去 然后他退伍了以后 他服务期间得了很多很多的奖章 什么勇敢战斗 就是属于地线战斗的人的奖章 他得了很多 退伍了以后 他干什么事 他第一个 拿这个军队给他的奖学金 去念哈佛大学 跟我同科系同班 是我的学弟 是你的学弟 是我的学弟 他一定有美国参议员 因为进入我们这个班 要有政府背书 很特殊的班 要有政府背书 我是教育部背书的 然后像我们有的什么 日本首相府 韩国总统有背书来的学生 他一定有参议员背书 才能够进来 那是很严格的一个训练 可是他出去还说 骂哈佛大学 整天在教我们 如何批判美国 哪里错 大概跟我学位很像 所以 他专门去扶持 他不是走像很多 像很多我们毕业都去 大公司大政府里面去 他去做什么 去做后备军人的服务工作 专门帮后备军人 有很多的困难 所以在后备军人 跟美国军人里面 声望很高 声望很高 曾经选过参议也没选上 那后来就经常 因为军队的失误 经常出现在 当时事评论员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然后现在当了主持人 那川普就把他找来 是他会大干一场吧 当然会大干一场 因为他对这些无比的痛恨 他觉得他亲眼看到 军队里面绩效不公平 那军队里面军官很多反弹 这要问赛将军比较清楚 会发生什么事 K.S.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抚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活肤录全胶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力密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